好 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学龙雅表演者郭麒麟 高峰 本来这个节目之后呢是我父亲跟我师父两个人说这么一段对口向上郭老师和于老师在座的这些位您也都看见了刚才那个单口记公传说的时间不短80多分钟挺辛苦也很累当然就把我们俩先换上来给大家伙说这么一段让他多休息一会让他多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朋友也应该理解 没错 大家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热心的观众 跟我们关系都特别的好 当然了 今天在座的这个观众有我认识的 也有我不认识的 那当然了 刚才跟我关系挺好的观众朋友 我们就吃饭一下了 哦 跟熟人一起吃饭 就下午 五六点那风景 哎 晚饭吧 跟前吃的饭 酒席宴前大伙都挺高兴 那当然了 人家那边抄起这么一瓶啤酒来 说要给我买一上 哦 让您喝点酒 这不行 这个 晚上我还得上北斩 上这边学习一下这个高老师的相声 看您说这话太亏心了 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学习那快玩 行吧 他是自己在家害怕 所以他来了 知道吧 上这儿来了 嗯 啊 当人坐那儿都一块吃着饭嘛 对呀 人家飞让喝 那就说点吧 熊男确 啊 这怎么办呀 哎 想了个好主意 是给我来这么一瓶皮尔茶爽吧 皮尔茶爽 你说这是酒吧 人没有酒精含量 对 说他不是酒 还有这么点酒味呢 哎 我来这个多好啊 哦 也可以 当然高老师也是一样的 嗯 啊 我喝的皮尔茶爽 对 给高老师呢 准备了一瓶开赛路 哎 我爱喝 走走走走 哪的是 有喝开赛路呢 要不然刚才快玩 怎么这么痛快呢 开赛路吹的那都是 嘿嘿嘿 哎 您别美了 怎么怎么啦 我喝的是开赛路嘛 人家他不说了嘛 开赛路 你拿过来 我跟他说啊 给我开赛路吹 是啊 开赛路吹 开赛路呗 这对不起您了 啊 不好意思 说错了 开的是鹿鹿 鹿鹿大伙都喝过 就是 星人鹿嘛 对对对 装在这个塑料的小瓶 上面有一斤 剪刀一剪 这江湖 这不是还是开赛路嘛 这个容器好啊 您没见过鹿鹿 怎么了 鹿鹿是一拉罐 啊 反正总而言之吧 哎 您喝的鹿鹿 哎 对 我喝的呢 皮尔茶爽 哎 都是饮料 吃完了饭 晚上上这儿待着来 嗯 他有演出 本来打算看一看 嗯 等下来之后呢 我们好聊一聊天 哎 正好让我们俩上来了 是 那咱就跟这儿聊一聊您的生平 您愿 这就给我总结生平了 就说您平时的事儿啊 哎 您聊聊生活中的事儿 刚才这个鸾云平跟我说了 说什么呀 他的老搭档啊 跟我说了 说高峰最近新买了一套房子 对吗 不愿意骑着 搬家了 啊 对 确实搬走了 哎呦 好 那房子建筑面积五百多平方米 哎呀 真是 居住面积四平方米 对啊 我住电梯里就是 静是管道 你知道吗 我买的哪儿的房子 这儿 什么呢 四百多平方米 哦 对对对 四百多平方米 哎 对了 花钱装修 嗯 是巨资装修 那房子好啊 花了三千多块钱 哎呀 钱都花扯了 哎呀 您等会儿吧 嗯 装修四百平方米 三千块钱呢 买了三千块钱 报纸吗 是吧 把报纸都给糊上了 树立堂皇 您这像话 怎么了 不像话 就是得知了这个消息 哎 您知道我买房了 您看您搬家 啊 怎么不把这事告诉我呀 我这人不是低调 别这样啊 谁也没告诉 您看 我们俩关系不错 哎 那是 您不如把家庭地址告诉我 改日登门拜访 您看